我是叫今日报的读者们平安 我是严陈山 我在祷告中经历信心跟改变的见证 特别在人际关系与感情方面的见证 我想跟大家分享这段经文 在希伯来书11章1节到2节 这边有说到 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 是未见之事的确句 在这信上 得了美好的证据 那我想跟大家分享这段经文 明明是因为 我自己在人际关系还有感情方面 其实经历了很多的祷告跟 就是见证还有神的回应 人的问题的时候 其实我们很常会失望的时候 或甚至是觉得 祷告怎么好像没有得到回应 但其实我相信 在神没有难成的事 而且当我们相信神的时候 神是不至于让我们失望的 所以我想要特别也分享这段经文 连2节这边都提到了古人在这信上 得了美好的证据 那我也相信当我们真的愿意将这些的眼光 从专注在人身上 反过来回到神身上的时候 我们也一定能够在信上面 得着这美好的证据 而且是从神 真真实实所得来的确据 那我想要鼓励大家 当你生活当中所遇到的 跟人相关的所有的 大大小小的议题困难 甚至重复 带到你的祷告当中来 相信你们可以尽力省 很大的翻转 祝福大家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